許母和大家長 邀請到這邊來為各位來做個介紹 那我是Irara 大家可以叫我小翔或Irara都可以 那我主要在Unboken的動作是軟體 Shupery的軟體工程師 我主要負責的部分除了Solidity之外 還有做一些Relax的一些專案 然後還有社群文章的經營 我們有一個Mirror的Vlog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我們的MirrorVlog 好剛剛忘記介紹我這頭影片其實有分享到網路上面 在 這裡 這個連結是這個頭影片 如果是他有信心的話 我裡面有一些連結 就是未來如果大家可以做參考的話 也可以就是透過這個連結來看裡面的一些內容這樣子 OK OK 如果拍好的話 也不會繼續 OK 好 這是今天的我這邊的解報的大稿 首先呢 我會先介紹為什麼 首先我會先介紹 就是The Grave跟Uncoken的關係 他們是什麼會做個介紹 就是很簡單的那一種 因為怕說 是不是有些人沒有用過The Grave 或沒有聽過The Grave的話 這邊也會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再來就會比較深入一點點就是介紹一下The Grave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它 它為我們解決哪些難題 這邊都會做個介紹 最後呢 會介紹到我們 就Uncoken這邊使用到The Grave的專案是哪一個部分 也會做個簡單的說評 最後呢 我這邊其實這裏面也在思考說 未來 我手上的一些專案呢 未來有沒有可能就是 再繼續使用 The Grave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然後為我們的這個新的這個專案有價分的效果這樣子 這就是我今天進報大港 好 首先呢 什麼是The Grave The Grave的話 如果有在使用區塊鏈 甚至在以太坊上面有做開發的 開發的運 的話就會知道說 區塊鏈上的 每個區塊的一些 資料 可能是獨立的 如果說我們要在 每個區塊跟每個區塊之間的 一些資訊 一些Later 我們要做一些雷加 或者是 做一些有相關聯的 計算的話 其實是 很耗費 時間 而且是 很昂貴的事情 因為呢 我們必須要一個一個 區塊去 去 去找 他的資料 一個個去找 找完之後呢 然後再把別人有相關聯的 我們有興趣的資料 做一些整合 或者是雷加 這樣的動作 其實這件事情是 如果你去買 那個 eSysgate的那個 API的話 可能是一個很貴的事情 所以呢 為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 我們可以把 想想想它就是一個 區塊 跟我們的服務中間的一個資料庫 我們可以在這個 這個 的貴府上面去定義說我們 想要去 存取哪一些資料 我們可以先在這個 呃 呃我們就不需要自己加 駕駛伏器了嘛 因為能貴府幫我們注意好這一些了 我們就直接將 呃我們的 網頁 網站 就直接跟 貴府 去 存取 裡面的資料就好了 其實相當方便 而且 又便宜 然後 省了一筆 就是 架了一個 積貴的一個 費用 那 AMTOKEN呢 就是我現在所處的公司 AMTOKEN是一個 老牌的區塊鏈錢包 就是如果在區塊鏈有待過一陣子 應該都會有聽過 AMTOKEN的錢包部分 呃我們是 主要是以太榜 Ethere 然後 呃 以太榜相關的一些系統 比如說 Avitra 或者是Polycom這些 區塊鏈都可以在上面儲存你的資產 那我們有 我自認為啦 就是 呃我們有很強大的 的 support團隊 因為 基本上 在 呃有問題 在有錢包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寫信到這個 上面的這個信箱 那基本上是 8小時都會恢復你 這樣子 不然是 呃跟區塊鏈相關的 跟錢包本身有相關的 那我自己本身又偷偷在用 這樣 因為我懶得去找說 是誰 是誰負責這一塊 然後我就直接寫信問他 然後我就說 欸我有這個問題 怎麼處理 這樣子 那我 我就會稍微匿名一下 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這個 這個團隊是很強大的 再來是TOKEN龍 TOKEN龍這個很大會比較陌生一些 那他實際上呢 是我們RM TOKEN有出資 去 呃去投資他 然後去孤化了一個 去中心化的一個交易所 那基本上呢 呃我們有一些 TOKEN 我們有一些 加密貨幣的交換 就透過這個 就透過這個 TOKEN龍這個 這個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呢 就是可以直接再按TOKEN的錢包 他們直接做交換 或交易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TOKEN龍 有使用到 就是像我們今天講到這個組織 這個是一個 現在是一個 新名詞 就是 各位介紹這個 Sugwave 他就是有點類似一個 處理流程 我們可以去定義說 我們從區塊眼裡面 去到的一些資料 資料拿出來之後 這個 資料拿出來然後呢 我們要 拿這些資料做什麼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Sugwave 去定義說 好 我這個 這個資料拿到了 這個事件拿到了 我要去做一些 累加動作 我要 乾脆我不處理了 我就直接存到 Sugwave裡面 去 去幫我們把這個 資料直接處分起來 那這個Sugwave呢 對於開發人員來說 他就需要經歷了 四大步驟 簡單介紹這四大步驟 就是 第一個 你在設計合約的時候 就要去 決定說 你要什麼資料 有什麼興趣的 再來 這個Sugwave呢 你可以去編輯 Entity 這個 這個 這個處理流程 就是 把這些資料 你希望做一些 這樣的處理 累加呢 還是 你希望 直接儲存呢 還是 你希望說未來 哪一天你會使用到的時候 你再 透過某一個ID 去取得這個資料 都可以 就是 你透過這Sugwave的設計 你可以去定義他的邏輯 是很方便的 那最後呢 我們 開發 都要經過測試 才會上限 所以他 Nugwave也為我們 準備了一個 呃 他背景有一個 Sugwave Studio的這個一個測試的平台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進行的 免費的 就是 就是胡亂去測都沒什麼關係 資料是錯的也沒關係 你就在裡面去 把你的 那個 服務上限之前的所有有可能的狀況在上面去做一些測試 再來呢 最後就是當然就是上限 他有一個 Graph Explorer的資料上限 就是把你的 你的Sugwave放在上面 那 上限之後 奇怪 大家會想說 這個資料 不是 只有我們自己在用吧 為什麼要上限這個動作呢 因為他有一個很 一個很 強大的一個生態 就是 TheGraph的生態性 在講生態性之前呢 剛剛講到的資料的組織的部分 可以看到就是 這有點小 就是 我這個 資料呢 呃 在奇怪的上面呢 這個資料是以一些bytes 就是零一零兩方去呈現的 所以是 我們難以去做一些署名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去定義一些事件 這個事件的話就會 有一些我們想要的topic 就是所謂的emates 這emates我們就可以把它抽出來 就是變得像 右邊這個table的形式 這就是Sugwave 幫我們儲存的樣子 那 大家可以看到出來的差點 就是左邊其實是 很 很雜亂 這是區塊的一個資料 那TheGraph就是幫我們處理這個問題 處理完之後呢 把他變的右邊這樣一個表格 那 我右邊的表格 有興趣的就是我希望可以將這個 呃我這個 張褲裡面的魚兒呢 去做一個雷加的動作 他就是每個區塊每個區塊雷加的動作 那我們不需要去做這件事情 TheGraph到我們 做好這件事情 這樣子 好強大的生態系要來了 就是 剛好有提到說 他是如何強大的 我們為什麼要 呃上架 我們的Sugwave到 他這個生態系上面呢 因為啊 剛好提到就是說 呃 呃我們 我們TheGraph他的話是 類似資料庫的一個 一個 一個平台嘛 那這個資料庫 萬一 掛了怎麼辦 就是如果這個資料庫掛了 那我們資料是不是 儲存再多 整理的再好 大家都 都不見了 怎麼辦呢 所以沒關係 呃上架 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些角色 這角色比如像是 呃這個叫做 策展者 就是我們鑑定師啊 他覺得說 欸你這個開發人員啊 做了這個應用程式 欸相當不錯耶 就是你 有開這個做這個Sugwave 然後 也很用心的幫我把這個 資料的整理的流程都整理好了 那我覺得你上架這個Sugwave 真的不錯耶 所以他就會去做一些 植壓動作 透過 呃購買GRT代幣 然後將 呃在你的這個Sugwave上面去做植壓動作 這樣子的 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會吸引 就是中間那個 我們最主要核心的角色 就是indexer 就是索贏者 索贏者的話 他是 呃你可以把它相稱 他是一個 呃我剛剛講這個資料庫的節點 但是這個節點呢 任何人都可以 成為節點 如果你有 架設伺服器的能力的話 都可以成為這個節點 那 那這個節點呢 會覺得說 你這個Sugwave是相當不錯的 那我認為 我去索贏你這個節點呢 會讓很多消費者 剛剛看到的右下角這個消費者 會來 去存訊你的資料 那我有利 有利可圖嗎 所以他就會來 索贏你的Sugwave裡面的資料 那可能一個穩接也不夠 那 鑑定師可能會覺得說 你這個紙銅不錯 所以我就是 再繼續擠壓 然後就會有更多的 其他的 兩個 三個 四個的 索贏者會來 索贏你的 會來索贏你的 這個 賞櫃 那 就會越來越多的 那個節點呢 會有 你這樣的資料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你的 單一節點如果掛的話 就不用擔心 你的資料不見 還有第二個 還有第三個 還有第三個 那個 索引的能力 那你也可以從中獲取利息 那他就變一個正向循環 就是你的貴谷要越多人用 然後監禁師也希望說 監禁師他的 他的代理也不斷的升值 不斷的升值之後呢 節點 越來越多消費者來 要你的資料 他就越多 那個利益 然後就會成為一個正向循環 那這個就是 整個貴谷他的生態系 我覺得他非常完善的地方 他已經變成一個已經不是 帶一四五七的那種型態 他已經是一個去重型化的一個狀態 OK 這邊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圖片的文字版 這邊就不再去 追述這樣子 好 那 我們投資的Poclon 以哪邊使用到的貴谷 其實很簡單 就是網頁上面的一個 資訊的呈現 我們有一個回購的頁面 回購頁面 回購頁面是什麼呢 回購頁面的話就是 我們是 這個Toclon 是一個去重型化的教育署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些 收取一些手續費 那這手續費會用來回購 這個回購就是我們用來使用 等位置來呈現的部分 這個回購的話就是 用這些手續費呢 把這個 因為我們自己有發行 一個叫l 國文的ローン代帝 這個加密貨幣 然後 把這個加密貨幣呢 把它 買回來之後呢 我們會就分配給 就是有職壓在我們 ローン的這個獎勵池的成員 然後提供他們做獎勵 然後另一方面呢 會呃 也會回到財庫 所謂的財庫就是 我們會讓這個 去重型化的交易所 越來越完善這樣子 有一些 呃問題的話 就是讓它更好 然後不會 就是不要再出現問題 然後還有支付一些 呃 礦工的手續費 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主要 用這個 的貴幣為我們呈現的部分 因為 這個回購的資訊 是相當多 要用雷加的工作 所以說 呃 這個都是雷加 比如說 財庫的量 雷加 然後 那個 那個 還有這個 鑄造這個 這個 那個數量的雷加 都是雷加 那都是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的分散的資料 那 的貴幣幫我們做到一件事情就是 它可以幫我們 提前就把 每個區塊的資料 都 儲存起來 並且可以加回 那 我們就不用可能 每次使用者存取 可能要花了兩三天 不用 就馬上 的貴幣就提供這個資料給我們 嗯 這是 為什麼我們會使用 的貴幣這個服務的原因 ok 好 其實 呃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其實在介紹這個Pokelo的回購頁面 其實相當的少 因為 能貴幣已經都幫我們做到一大堆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已經介紹完了這樣 所以 呃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第四個部分 就是 呃 我思考一下 有哪些專案可以 把這個 能貴幣的這個 服務也加入進來 ok 好 這個AA wallet 就是現在如果無圖的 就是我現在 在 在跟 呃 另外一個高級工程師 呃 在合作一個專案這樣子 他是 呃 主要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是AA 有一個關鍵字AA 這是抽象的帳戶 呃 他解決什麼問題呢 就是 呃 AA帳戶他最主要呢 呃 我們以往在使用一塊房的錢包的時候 都會面臨到一個 吸收的 就是有餐的地方 就是他必須要有一塊幣在錢包裡面 你才可以進行轉帳 不管你 任何人 轉USDT給你 或者是USDC給你 你拿到這個 這個 加密貨幣你也轉不出來 因為你裡面沒有 一塊幣 他一定要一塊幣來當作 礦工的手續費 所以這個AA的錢包 他為我們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呃 他可以讓你的手續費 不是只有一塊幣 如果你的錢包裡面只有 呃 USDT 沒關係 你可以用USDT來支付手續費 而且如果你USDT 甚至如果你是VIP 或者是 呃 新人用戶 我們可能可以提供你 就是你的手續費 前十筆 都沒問題的 這就是AA現在 呃 現在的一個很重要趨勢 其實各家公司都在在做 在拼這一關 那我們 就是這個專案 叫做AA 呃 剛剛講的手續費嘛 那他可以整個一個叫做WebOcean 呃 他可以 WebOcean的一個服務 呃 這個叫API 這個API呢 是什麼呢 這個 他會產生一個叫做Xpeed 憑證 那這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直整會有這麼多次 但是 其實呢 簡單來說就是你手機 都有的一個 艾納指紋的 一個 一個服務這樣子 其實現在Google啊 Apple啊 都有提供這樣一個服務 他叫做密碼金藥 就是 不知道你們都 有沒有收到一些信件 就是Apple或Google 就是現在在推行就是 呃 你們 他希望說你可以把你的指紋 也注射到那個Google 或者是Apple的帳戶裡面 未來你要登錄 不需要 不需要輸入密碼 你就直接用指紋 按壓一下 你的那個帳戶都登錄進去了 那 這個AAWallets 他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 你再也不需要去寄你 私藥 那個一大串的私藥 或者是助記池 可能12個助記池 或24個助記池 你 你私了 那可能就有你的錢包 都沒救了 他沒關係 就是AA他可以讓你用指紋 來當作是你的 私藥 來做一個轉帳的動作 那就是AA他的好處這樣 這個是展示啦 就是稍微介紹 就是展示一下 什麼叫按壓指紋來轉帳 如果有 對虛幻案有 興趣 有有使用過 好一段的話 應該知道就是 Ubiswap很有名的一個 交換代幣 交換加密貨幣的一個平台 那就是我隨便輸入一個數字 選擇我要交換的加密貨幣 這時候跳出的並不是說 你要有POOF一個交易 而是他叫你按壓指紋 這個是那個Apple的那個 Mac上面的那個按壓指 那按壓完之後呢 那個轉帳也轉出去了這樣子 就完全無縫 就是你不需要去記什麼 租記詞啊等等的 就直接按壓指就交易 就打出去了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 這個AA錢包 好 OK這個真的上電中 好成功了 好就 他有興趣可以考慮的轉換 再來就是 我們遇到的問題 因為剛剛講的 高大上就是 這個他的願景怎麼樣 但其實實際上呢 我們在把這個AA錢包 做出來之後呢 其實最面倒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呈現 呈現上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可以免手續費 因為中間有一個隱藏的Bundoy 這個第三方的角色 幫我們送交易 所以交易費是他出的 那換句話說呢 我們在區塊上面 寫的送交易的那個人 並不是你 而是這個Bundoy這個角色 那會變成很大的問題就是 呃我去找區塊的資料的時候 發生一個情況就是 呃送出交易的人 永遠都不是你 那就很難知道說 你的交易到底發了多少 呃余額 你交易到底發了多少內容這樣子 到底發了什麼 呃交換了什麼 都很難你知道 因為你不是發交易的那個問題 所以說 呃 呃 有人 如果說有一個方法就是 呃我可以在這個發布交易的時候 去透過這個Event 把這些交易的資訊 透過的被我把他送給下來 然後 做一些處理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解決這個成全的問題 所以呢 呃 好 OK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同時呢 還可以 就是我不需要使用這個 擴充套件的這個服務的Storage 解決 因爲的貴魂都幫我處理好這一塊 就 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就是他可以省下架這個伺服器的費用 就是 的貴魂 就是 如果把這個 專案把的貴魂加進來的話 你就會掉到這下的處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呈現就是 他其實 呃並不是你發送的 的這個交易 然後他的其實資訊都很雜亂 這就是剛剛那個影片的那個截圖啦 呃 這個表現方式 然後呢 把他承認得對付 未來客戶 在使用我們的錢包的時候呢 他也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呈現畫面 就一清二楚 知道說這個教育做了什麼事情 這樣子 OK 那 其實 快樂時光 不能快 就是我的 演講已經結束了 就是 很感謝大家的聯聽這樣子 呃 雖然有點出現 但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這樣子 OK 好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或者是 我們可以試下來同問 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中文的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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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喔 OK 我們可以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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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拜拜